肠镜是电子结肠镜的检抽,能完成全结肠和小肠末端的检查,是想消化到疾病诊断核的重要手段。 当你决定了准备肠镜检查时,你肯定想详细了解检查术前、术中和术后要关注的事情,答案就在下文中。 检查前的注意事项,一、专科医生已评估你需要和能够进行肠镜检查,医生将为你开支肠镜申请单,通常肠镜检查是安全的,但数前医生将告证你可能出现的风险并签署,知情同意书。 二、检查前两天不吃红色或多子食物,熟西瓜、西红柿、猕猴桃等,以免影响场景观察。 检查前一天午餐,买餐吃少渣,半流至食物如稀饭、面条。 不要吃蔬菜、水果等多渣的食物和奶制品,可备少量小点心和巧克力,在场景检查结束时食用。 三、长期便秘者请向说明。 检查前三天可服用墨沙比例,取你不听等动力药,应用开塞路刺激排便,或附用少量乳果糖或小剂粮流酸美容液,确保每日到便至少一次。 四、检查前至少四到六小时以上进行洗茶,如当日上午尝镜检查,前日晚餐禁食,晚上十到十二时可服洗肠液。 当日早餐禁食,如当日下午尝镜检查,前日晚可少渣饮食,当日早餐禁食,上午八到十时可服洗肠液。 中午中餐禁食,无糖尿病的病有可量糖水防止滴血糖。 五、检查前口服洗药服洗,如甘露醇,取以二醇垫解质,口服洗药后在口服一千二百五十到一千五百毫升温水,一排便为清量水氧无明显分渣位移。 六、如口服全部洗肠液后二到四时内无大便解除或解半成型大便,应来由医生指导下在家服,取以二醇垫解质液适量或清洁灌肠。 七、在口服洗肠的过程中出现腹痛、呕吐、头昏、心肌等异常情况时,请犯停口服洗肠液,并爱与医生取得联系。 八、术前可服用高血压药、糖尿病药物术前可停服一次,阿斯皮林、华法律等药物至少停药三到五天以上才能做检查,其他药物病适病情而定并由医生决定。 九、检查前请带好病例资料。 原常性报告等,一方便检查医生,了解和对比病情的变化。 检查前请妥善保管好、自己贵重物品、手机、钻件、项链等。 十、选择无痛常见时需有家属或亲友陪同和接送。 麻醉是评估符符合无痛检查,者需签署麻醉之情同意书。 检查的当月不要安排重要工作活动和应酬。 十一、女性病友最好不要穿全自己方便检查,尽可能避开月经期做场景检查。 十二、准备好银行卡或现金。 常境检查可能附加无痛麻醉、病例或检、小心肉摘出等忍着项目训令刑期账或缴费。 检查过程中的注意事项,如果你是选择无痛常境检查,你将会在麻醉状态下完成常境检查。 检查后任何痛感,由于常境检查时间比未经常,推荐你尽可能做无痛常境。 当你选择普通常境检查时,心理上不要太紧张,大多数人都能耐受检查的。 检查时有任何不适可与医生进行交流。 护士让你在检查台上左侧卧位,缓取双腿,请尽量放松全身和肛门部。 做好缓慢呼吸动作,配合常境的插入,呼吸过快可能还会出现手足发麻、抽搐等表现。 常境插入和转弯时可能有排便感、腹痛感、签拉感。 被使常管阔开便于观察,医生要经常境注入空气或二氧化碳气体。 你会感到有些腹胀,有时医生也会告诉你,改变体位来配合完成检查。 常境检查近近时间月二到十五分钟,退进时间要求至少八分钟以上。 检查过程中医生如发现鲜肉等病变将给你做活剑做切片。 病例检查,放心吧前加时不会有疼痛感的。 检查后的注意事项。 一、常境术后可能复杖、复明、肛门不适等。 一般休息片刻,注入的二氧化碳气体,会经常管吸收或经肛门排气后会自然好转。 二、常境检查后若无腹部不是可吃点小点心和巧克力等。 检查后当日先留置或半留置饮食。 即时生、冷、硬核有刺激性的食物。 不要饮酒。 三、无痛场境后可能出现头昏、乏力、恶心或呕吐等表现。 人关一到两小时好转,后方可离院。 当日,应在家休息。 24小时内不得驾驶汽车、点动车、探高、运动等活动。 四、少数出现教具的附同应该观察、近时、补剑。 通常刚门排气后数小时后会好转。 如检查结束回家后出现腹痛加重、变息、发热等异常情况,请及时来院就诊。 五、常境报告单检查结束后医生及时发出。 病例报告单将在一到三天后发出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按赞哦。 三 二 三 小时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